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美在旧金山停留不到一天 没有过夜就搭红眼班机到华府 尽管街机侨胞人数不多但热情不减 朱立伦这次十天访美有六天在华府 除了为国民党驻美代表处接牌 也会拜会华府政界学界和国会议员 2015年朱立伦以总统候选人身份访美 见到国务院副国务卿布林肯 以及国安会亚太资深主任康达 这次和美国行政部门的会面层级是否相当 朱立伦只表示该见到的都会见到 这次来访问主要是政党外交 一方面跟他们谈我们驻美代表处 一方面也是未来国民党在美国 或者是美方跟台湾之间的一些议题 我相信不管是政府 不管是国会 不管是智库 不管是学界 我们这次接触的层面更广更多 关切到哪一个层级 就这部分 我们该见到的朋友都会见到 好谢谢 朱立伦在华府第一天没有公开行程 和波士顿学者视讯和华府智库闭门会谈 华府六天只有四个公开行程 包括周末的侨借活动 周一在布鲁金斯研究院的公开演说 以及周三国民党驻美代表处接盘 2015年朱立伦访美 当时的国安会亚太资深主任康达 是现任的国务院亚太助亲 能不能和康达会谈也被视为是朱立伦此次访美的检验标准之一 TVB的新闻黄松普林佳辉 美国华府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部文字幕导致